好的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来看第三种 容易被我们忽略掉的好片 就是跑题的照片 可能是受到我们小学语文教育的影响 我还记得当时每天作业的三大件 就是断译主要内容中心思想 这样的训练过多 就会造成一种跑题焦虑 就会时刻希望自己不要跑题 不要偏题 但是有的时候啊 你太过于执念不要跑题 反而会让我们束手束脚 让照片的表达显得特别的紧张 实际上在非常多的摄影项目里面 摄影师或者是艺术家 他们经常会选择一些 看似于主题无关的照片 大家注意啊 是看似于主题无关 而不是真的与主题无关 我们现在就来翻译一下 美国摄影师埃里克索斯的画册 尼亚加拉 感谢各位观看 尼亚加拉是美国和加拿大边境的一个巨大的瀑布 它除了是一个风景名胜之外 也在美国人的生活中扮演着两重角色 它既是美国新婚夫妇的蜜月热门景点 同时也是那些寻求解脱的自杀者纵身一跃的理想之地 那么在04年到05年期间 埃里克索斯就用8x10的大画幅相机 在尼亚加拉大瀑布连续拍摄了两年时间 然后于2006年出版的这一本尼亚加拉的画册 它可以说是当代美国生活和情感的真实写照 那么我们纵观尼亚加拉这个地点名词为题的项目 那么其实它其中真正拍摄瀑布的照片只有四张 这个可以说是在这一个层面上的切题做的非常的松弛了 因为我见过非常多朋友拍的项目 比如说是拍家乡的一条河的 它起码有一半以上它就是真的在拍河 因为这样显得非常切题 那么实际上有很多艺术项目 河也好城市也好山也好 可能重点并非这一个地理事物本身 而在于他们承载的文化生活与世界 那么在这里索斯它要拍摄的是美国当代生活 尼亚加拉只是一个场域 它少出现一些绝对不是跑题 这个不难理解 那么在这一本画册里面或者是这一个项目里面 索斯它要关注的是蜜月夫妻 那么的确我们可以看到黄框 它都是新婚夫妇相关的拍摄内容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其中除了这种相关性很强的照片之外 有的照片是弱切题 就像比如说像这里右边的这张照片 它拍摄的是社区景观 但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Happiness in 幸福酒店 前面还有几朵花 就是很轻描淡写的切了题 这就是一种弱切题 而不是整本书里面生怕没有围绕中心思想 不敢离开主题半步 而这本画册里面的另外一些场景 它们看起来就和主题无关 可能你会觉得跑题了 但是它们也会起到一种调节节奏 或者说是它们是藏的更深的切题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里的右边这张 它应该是尼亚加拉附近的一个汽车旅馆的景象 但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椅子 有的并在一起 有的分开 是不是就在暗示着这个项目隐藏着的主题呢 也就是说什么是切题 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个伪命题 因为在艺术摄影的项目里面 常常它的解题本来就是非常多元的 复杂的 空间是留给观众的 如果摄影师在编辑的时候 把所有可能性都呈现出来了 那么它的艺术性就会大打折扣了 大家可以在课程群中索取尼亚加拉的全部照片浏览资料 你会发现在这里的新婚夫妇 他们脸上都已经是忧伤了 甚至是一种失望 和那些并没有度假氛围的旅馆一样 让人失望 王尔德在看到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时候这样说过 我对尼亚加拉大瀑布感到失望 所有美国新娘都被带到那里 所以这一大而无当的瀑布景观 即便不是美国人婚姻生活中最刻骨铭心的失望 也是最早的失望之一 也就是说尼亚加拉这个标题 它只是一个场域 因为夫妻和他们的种种是画册的明线和主题 他们和自杀者本来是两个极端 但在这儿却因为失望而显得格外同构 我们就因此看到了所思的洞察力 以及为我们制造的入口 所以说艺术项目中 它常常不用在意表层显心的切题 照片和主题的相关性通常是藏得更深 这样的话无论是从阅读节奏上 还是表达的立体性上都会更加的有空间 这样选出的照片有利于给项目制造复杂性 复合结构容易形成辅调叙事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再看一本画册 来自日本摄影师川内轮子的艾伊拉 这是一本以家庭为主题的画册 那下面川内轮子的这一本画册艾伊拉 它的标题的这一个艾伊拉 是一个土耳其语意思是家庭家人的意思 那大家看到这一个标题 是不是就会联想起一些 你拍的日常的家庭生活照片和家人在一起 在家里面的这些场景呢 但我们翻开这个照片 这个画册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照片 它其实感觉并不是在拍家人 甚至不是在拍人 甚至不是在拍动物 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会有一点偏见 说这本画册好像是跑题了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那么其实这个就是最初 你对这一个题的理解 可能它会有一点窄 因为在川内轮子的世界里面 它理解的这一个家庭和家人 它是一种 它拍的所有的东西 可能都会和它有某种联系 它有这样的一种万物有灵的概念在里面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它就可以拓宽自己的主题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对页 右边的是一个刚好出生的小男孩 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婴儿的照片 你会觉得它是非常窃提的 但左边的这一张 它是拍摄的天空中的闪电 如果你不知道它这个理念 你会不会就觉得这个闪电的这张照片 好像是有一点偏提了 但是如果你能够理解我刚才说到的那些内容的话 你就会发现闪电在这个地方 它好像就代表了一种出生的力量 那么在这个时候 它是不是也可以和右边的这一张小男孩 联系在一起呢 而且这两张照片有一个 联系在一起之后 你就会发现这个小男孩 他的眼睛是朝上的 就好像是在看着这一个闪电 披下来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视觉上的联系 你会不会觉得也蛮巧妙的呢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张 右边的这一个是一个残永的照片 你会发现这张好像是有一点切题的 因为它的这一个题目叫做家人家庭 有这样的一种出生的意味在里面 所以说这个好像是一个出生的场景 但左边的这个你会不会又有点觉得 就是摸不着头脑了 你会觉得它为什么是一个 采石场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但是如果你也理解了 我刚才说到的穿内轮子的那样的一种 就是那种天下合一 那样的一种万物有灵的那种状态之后 你就会发现这样的一种感觉 它是不是也是有一种大气蓬勃的 这样的一种出生的力量在里面呢 所以说这两者放上去 它也是非常合适的 就好像左边的那一个切开的那一块石头 然后就感觉这个蝉 就从那个切开的石头中砖出来了一样 是不是就有这样的一种生命力经艰难险阻 然后终于出生了这样的一种感觉 那么所以说呢 穿内轮子它的这一本画册里面 实际上就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 看似不切题的东西 那么实际上你仔细想一下 这样的一些东西 它可能只是因为你自己对原本 对于这一个题的理解 你就过于太过于狭隘了 那么看完刚才两个画册 两个项目 我再这样要做个总结 那么这里的跑题实际上是打引号的 实际上大家不要太距离于字面上的主题 这样的话选出来的照片 才会让项目有被编辑的潜力 读者也会更有多元的解读空间 整体来看 图像和图像之间的叙事和表达 也会更加的有视觉张力 那么这就自然引出了我们的下一个议题 也就是我们的第四种常常被扔掉的照片 就是有视觉差异的照片 很多朋友在编辑组照或者是项目的时候 他们下意识就会太刻意的去追求一种视觉统一 以这样的方式来选篇 实际上很容易让编辑变得紧张 如果我们留下一些有视觉差异的照片 实际上就会让我们的编辑更加的游刃有余 其实还是类似于我们前面说到的那种视觉堆砌的效果 如果我们太在意视觉统一的话 就会容易有堆砌感 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内在气质统一的基础上 去找到一些视觉差异 让我们的照片类别变得更加的多元 穿插起来更加的有节奏感 下面我就会通过两个例子来初步感受一下 那么接下来我们翻译一下美国的摄影师 三木孔提斯的这一本Deep Springs 这本画册的是拍的是一个美国沙漠深处的一个百年的南校 然后去表达了他的这一个学生们的一种状态与环境的一种抗争 反正这个项目我自己觉得我还蛮喜欢的 它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个记录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其中都就用到了非常多不同的这样的一种视觉观感 其中有这种人的这种肖像 然后也有这种引用的老照片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大的这种沙漠场景 然后他会在这一些肖像巨大的场景 还有细节中不断的这种来回反复 然后通过这样的一种差异 让这一个项目的那种复杂性也得到了彰显 然后呢 这一本画册里面 它是既有黑白的照片 然后也有那种比较褪色的老照片 同时还有这种彩色的照片 那它彩色的照片 它的颜色都不会出现那种饱和度很高的颜色 整体看上去还是在一个比较舒适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里面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本画册 它虽然说它的拍摄的对象和视角都是非常不一样的 但是由于它的这一个拍摄的整体的控制 包括它的这一个色调的控制 因此呢 它整体看上来 我觉得这些照片又非常像是一家人 所以说它是没有那么跳脱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会看一个例子 那个例子的那个视觉差异 就会更大 更加的跳脱一些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提尔曼斯的这一本 Noia Welt 新世界 这本画册呢 实际上是它在全球各地旅行的图中 拍摄的一些照片 我们来简单的翻一下 你就会发现里面 它拍摄的东西真的是包罗万象 就感觉它可以把任何的场景组合起来 而形成它自己的一个完整的表达 这是因为提尔曼斯 它自己的一个拍摄的观念就是 Becoming one 而且还有那个 If one thing matters Everything matters 这样的一句话 也是它的一个展览的标题 如果一件事重要 那么所有的事情都重要 那么你就可以发现 它把它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拍摄的理念 是贯穿在了它的任何的一本画册中 比如说这儿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首先是来了一个车的这一个尾灯的照片 然后你就会发现到了这样的一个 感觉是一个有点贫困的国家里面的一个 孩子奔跑的场景 然后马上又到了星空 马上又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景点的 这样的一个花和树的场景 你可以发现它的场景是在不断的变化的 而且它的这一种跳跃感非常的强 它并不会完全怼着一个东西一直去表达 那么它的这样的一种散的这样的一种表达 我觉得反而是让它的这种拍摄的题材的可能性 得到了一个最大的激发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了两本艺术摄影的画册 那么其实不仅仅是在艺术摄影项目中 在一些商业摄影和实用摄影中 其实也会加入一些视觉上的差异 只不过在商业摄影中和实用摄影中 它一般粗看起来感觉 它的视觉的差异不会像艺术摄影那么大 那么的跳脱 我在这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关于露营的一组照片 实际上它就是控制住了一个底层的统一 就是色调 我们可以看到画面通过绿色和暖色的配色 这样就控制住了整体的色调 但是你细看起来 它在场景的选择上还是特别多元的 比如说有空场景 有特写 有人物 有境物 那么这个场景实际上是出自于原画色的另外一门课程 拍出高级感实用摄影系统课 这样的一些场景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 是编辑了一个小小的杂志 这个结果是也体现了视觉的差异 那么通过上面的内容 我们就可以看出在商业和实用摄影中 它是倾向于在安全的范围内进行照片的组合 这样可以防止照片差异给观众带来的一种不安全感 其实这里印证了我们上节课说到的 那个熟悉的陌生感这样的一个原则 熟悉的陌生感这个原则在商业摄影 实用摄影或者是在时尚摄影中 它是用的非常多的 因为它可以让观众看懂 但是同时有新鲜感 又不会觉得有那么的复杂 那么好的 前面我们已经说完了四种容易被我们删去的废片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这几年不停的做社群 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 那么刚才已经为大家分享了 就是空场景不完美 无关紧要的跑题和视觉的差异 那么其实这几种照片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最后都指向了西式单张照片的信息量 那么好 在这儿我又要联系第一节课的内容了 实际上我们的一种观看习惯 或者说是一种审美习惯 如果太过于在意单张照片的框内审美的话 那么你就会期待一张照片给你全部的信息量 深怕一张照片不够精彩 不够丰富 细节不够多 不够用力 但实际上在图片编辑的视角下 我们要学会西式单张照片的信息量 把更多的信息量分布在不同的照片里面 这样会让我们照片的这一个组照的节奏变得更加的舒服 这也许不是一个法则 但是它是在艺术的表达中总结出来的一个共有经验 在这儿也希望大家可以学习起来 那么在这节课结束的总结之前 我突然想到前几天看到日本的排人小林依查的一句排句 翻译成中文 它是我知这世界本如露水般短暂 然而 然而 我个人觉得第三句的这个然而 然而 它翻译得非常的好 它只用了这样的一个转折的词重复两遍 而没有给出其他任何信息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简短的句子 却让我们感受到了万千情感的汇聚 这就是一种西式信息的力量 有的时候啊 说的越多越具体 反而失去了表达的多元性 在文学作品中 在摄影中 我觉得都是这样的 那好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在这儿我们总结一下 在介入编辑思维之前 大家要警惕 你是很容易很武断的删掉废篇的 因为在你的心中 可能就已经有了一个什么是好照片 什么是好看的照片 这样的一些执念 那么我们在这里就为大家讲解了 空镜头 不完美的照片 跑题照片和视觉差异的照片 是常常容易会被大家误删的素材 大家可以特别注意起来 那么以上所有的素材 以上所有的这种容易被误删的素材 它的本质上是一种编辑的思维 这种编辑的思维就是需要你去重新审视信息点的分布 在组造中 常常是需要稀释单张的信息量 这样在我们的编辑中才会产生那种有节奏感 又有呼吸 同时又有想象空间 又有艺术表达的这样的一种很好的感觉 那么好的 我们的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就仔细的带大家看看 摄影大师们是如何选篇的 会给大家非常非常多的案例和方法 我是原画策韩松 我们下节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